2月22日下午,浙江卫视天词的声音官博发文,官宣第三季阵容。 本季天词的声音邀请了五位音乐合伙人,分别是胡彦斌、周深、张绍涵、胡海权和GAI。 一位声音推荐人陈欢,三组飞行合伙人梁龙、康姆士乐队和希琳娜一高。 在启动仪式上,五位音乐合伙人受邀成为常驻嘉宾,引起网友们激烈讨论。 这五位在当前都是国内乐坛有一定影响力的音乐人。 他们其中有长盛不衰的实力唱家,有风格独特的说唱歌手,也有才华横溢的唱作人。 在这五人中,目前人气最高的当属周深,周深在大众那里的标签,便是学员、新人。 尽管有着创造领导师身份加持,但是创造影总归还是网播,更多还是影响到了年轻人,并没有影响到中老年群体。 天子的声音就是一次机会,能够让周深更多中老年龄的认可和喜爱。 上星音笼,总归还是不一样的。 在天子的声音官博评论区有关周深的微博下,经常能看到粉丝们的支持,尤其是去年支付保五福宣传片的主题曲望,更是让周深吸粉无数,成为当前音乐圈热度极高的歌手之一。 张绍涵曾经虽然是火遍大江南北的明星,但是因为在后来热度逐渐下降,成为了一代人失去的青春。 即使在《我是歌手》中热度有所回暖,但是与当前大热的周深相比,热度还是存在一定差距。 此外,从女权变为权斗胡海权当前人气,地位,唱功教之以前已经有了明显的滑落。 在2014年,两人还曾共同获得第14届一月风云榜最佳组合和最佳专辑企划,第12届中国top排行榜内地年度传媒推荐唱片大奖,内地年度最佳组合和年度金曲,第18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专辑,第21届东方风云榜年度风云组合级年度最佳概念专辑。 即使过去如此风光,但也无法避免组合两人的分道扬镳和时过境迁。 过去的羽权,确实可以实现一加一大女二的效果。 自从组合解散后,胡海权就显得独目难知了,以至于现在有人调侃。 在微博小广告上,见到胡海权的次数都比电视节目里多。 此外,志愿爱和希琳娜一高都属于现在热度比较高的音乐人,都有一定的实力。 可以说,这一季天资的声音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 虽然导师阵容没有中国好声音那样的顶尖配置, 但是相比于近几年选秀节目中仿佛凑,人数的导师团还是高下力判的。 那么,你对新一季天资的声音做何评价呢?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